消防员准备了两款防晒喷雾 先后对着空中喷洒 然后点燃了打火机 消防员又把防晒喷雾 喷在灭火符上 约五秒钟过后 用打火机点火 衣服轻松被点燃 消防员又用一个鸡腿 模拟人体皮肤 将防晒喷雾喷到鸡腿上 鸡腿也同样瞬间被明火点燃 还伴有滋滋声响 明火熄灭后 鸡腿表面被烧得有些焦黄 这如果发生在人的皮肤上 后果不堪设想 生活中也有防晒喷雾 被点燃的意外发生 2022年8月10号 辽宁省沈阳一位爸爸 出门前给孩子喷防晒喷雾 却没留意到孩子正在玩打火机 喷出了一瞬间 防晒喷雾变成了喷火腔 市面上的防晒喷雾成分里 大多含有变性乙醇 丁丸还有易丁丸等可氧物 遇到明火便会燃烧 除了防晒喷雾 夏日常用物品如 杀虫剂 花露水等 浴火也会引发猛烈燃烧 严重时甚至可能爆炸 消防员提醒 这些物品一定要保存在通风阴凉处 使用时应注意躲避明火 避免烧伤 同时应该保存在通风阴凉处 避免烧伤